廠商設備端故障 所以電輸不出去以後 它就會回充回來 這樣子 所以也沒有斷電是壓降 一年會發生幾次壓降 不同原因 那這跟用電量是沒有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單一時間 是 跳電的主要原因是有一家廠商 變電器故障 那因為變電器它接的是 161kV 所以它的影響範圍就比較大一點 就是 除了科學園區以外 其他周邊的工業區也會受影響 電壓越高 那影響的範圍會越大 我們每次事故發生的時候 那看是什麼原因 都會提出一些檢討報告 跟台電跟工會 工會是跟廠商一起 來看怎麼防範未來發生 那以昨天的事件來講 那明年 今年度 我們也會列為 這個 每一家廠商會列為特別來 輔導的廠商 我們每年都會針對一些廠商 做 電力品質的 輔導 跟檢查 是說可能會包括在工電系統 譬如說 避免它沒有一些線 跳脫 是 現在 收伏受損的金額有概括嗎 我想 就是不會有受損 但是比較敏感的機器會 停機 停機 就再把它複集 供電品質的穩定 是園區發展半導體產業非常重要 或者是光電產業非常重要的一個措施 所以不是只有台電而已 包括園區廠商台電 甚至我們管理局應該要一起來 每一個事件來檢討 看什麼來更精進 那我想整個供電的品質 是已經非常穩定